哈囉我是Sky 自2017年6月 我發布了我的第一支影片呢 我的YouTuber生涯 眼看交邁路第三年囉 這三年呢 真的是發生了非常多有趣奇葩的事情 今天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果從大學畢業 滿懷期待的打開求職網 看到各個相關科系的真材待遇之後呢 各種絕望的開始懷疑人生 到現在變成大家看到這個熟悉的樣子 這真的不誇張 我那時候看到職缺待遇的時候 真的是有點心虧一人 我花了七年的時間 高中在校學習美術藝術的各種專長 大學的時候呢 專員電視電影的拍攝以及製作技術 好不容易畢業了 進入職場面對的卻是這種待遇 不過我馬上振作起來 選了一個 四年前呢 因為看中了這項產業未來的前瞻性 所以呢 我毅然決然的從台中 搬到了台北一個人生活 月薪兩萬八 扣掉房租八千元呢 繳完電話費水費電費交通費 一個月生活費不到兩萬的我 並沒有因此感到沮喪 因為呢 我堅信熬個三五年之後呢 憑著我的美感 以及對於畫面構圖的敏銳度 一定可以在廣告圈或是電影圈成為一名攝影師 那時候呢我在一間知名度不小的片堂擔任攝影組的攝影助理 那前半年呢我就把廣告電影的攝影機以及周邊配件摸得透透的 那什麼鏡頭呢拍出來什麼調性 像是萊卡拍出來偏綠偏暖 那Ari的鏡頭呢拍出來偏藍偏冷 那安晴的12倍鏡頭一顆要350萬 以前拿它的時候都很怕會去碰到它 那個時候呢雖然很窮 但是因為每天都可以學習到各種新鮮的事物 所以當時就覺得過得還算是非常充實 還記得當時呢我非常羨慕幕前人員 就是大家螢幕前面看到的明星跟藝人 每天光鮮亮麗的 那個時候我們劇組人員花了老半天的時間 喬好一個構圖跟畫面 只為了讓明星跟藝人上來帥一下 接著我們又要再去喬下一個畫面 真的是令我羨慕不離 不過呢那都不是我後來決定要離開的原因 畢竟我自認我的外在條件跟電視明星人真的是 差太多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說什麼練肌肉重看不重用 在這個世界上好看真的非常有用 回到為什麼我會離開那間公司 其實最主要是我在之後的一年呢 我發現我每天都在重複做差不多的事情 除了自己本身的能力沒有得到提升之外呢 薪水跟待遇也都沒有成長 這讓我進入了職業倦怠 有做過影視產業的人應該都知道 這一行的作息非常的不規律 常常需要翻翻熬夜拍攝 長期的作息不規律加上職業倦怠 導致我的睡眠品質非常非常的差 常常我連晚上睡覺都夢到我在工作 就在某一天從惡夢中驚醒的時候 躺在床上的我戒開了這一年 緊皺的眉桃 我想通了 我要離開這個沒有辦法讓我得到成就感的工作環境 我認為成就感呢 它是在職場上的提升動力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特別建議大家 如果你在職場上面長時間得不到成就感的話 真的可以好好考慮要不要換工作環境 我離開片場之後呢 應徵進了我的上一間公司 那是一間包含醫療生技 衛教保健等等的行銷公司 我在那間公司呢 待了一年隸屬媒體部的攝影師 雖然說是掛名攝影師 不過我長時間還是都坐在座位上 製作跟剪輯影片 因為呢一個案子可能花了一天的時間拍完 之後雖然花三到四天來做後製跟剪輯 在上一間公司的那一年呢 是我有史以來最開心的一年 我是只在成為Youtuber之前 因為那一年呢 我得到了滿滿的成就感 主管同事老闆都紛紛覺得 我的作品做得真的是很不錯 然後那個時候啊 我的後面做了兩個同事 然後有時候我常常轉身起來 就看到他們兩個站著 然後盯著我的螢幕露出了 欣賞的神情 其中一位呢 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夥伴宇安 當時呢 宇安太空我在同一個部門 他是負責文案與拍攝企劃的部分 那也因為這樣呢 我找回了我踏入社會之後 被磨滅掉的自信 而且終於可以規律的睡覺了 每天晚上11點躺上床 早上6點起來健身 真的覺得是好幸福好感動 因為呢本身從事新媒體部門 所以常常會上各大影音平台 去搜尋新知識與流行趨勢 那YouTube就是最大宗的影音平台 那時候受到非常多YouTuber的影響 像是 揪揪鞋啊 浩浩啊 這群人 然後就會覺得 哇塞 這些人講話怎麼可以這麼有魅力 簡潔節奏怎麼可以這麼好 這麼的能入勝 所以當時呢 我也萌生的想要創立YouTube頻道的念頭 只不過呢 當時並不是想要創立現在的 見人蓋這個頻道 而是想要以毛小孩為主軸的一個寵物頻道 因為呢 當時我有一個講話 非常有魅力的主管 這邊簡稱他為X哥好了 每次聽到X哥他在聊他們家寵物的時候呢 都讓我聽得真的非常的陶醉啊 所以我就決定了 要來幫X哥創立一個YouTube頻道 不過呢 因為X哥他的事情繁瑣 加上身體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的第一支影片呢 其實拖了很久 一直遲遲無法產出 因為毛小孩這個議題呢 是X哥的專長 所以文案的部分 其實我也很難去幫他先寫 很快的三個月就過去了 我心想不行 再這樣拖下去 半年一年就要過了 所以我決定 不如我就自己來試看看吧 反正我會拍會撿會後製 對著鏡頭講講話應該不難吧 於是呢 我就打出我的第一份文案 架好了攝影機呢 打好燈光 開始對著鏡頭講話 結果 根本超難 一注視鏡頭呢就忘齒 就算沒有忘齒呢 眼神也是飄來飄去 再來就是覺得 渾身不自在 講話怪尷尬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的第一支YouTube影片 踏入健身房前先做兩件事 不過呢 那大家看到的已經是第三還是第四個版本 同一個文案 我拍好剪好製作了三四次 之後才呈現給大家看 黑格一 那你剛出給我看的那是第幾個版本 二還是第三個版本 你應該就有看過了 我記得我好像是看第二個版本 是喔 但其實那時候我看我就覺得蠻有潛力的 是嗎 對 那你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有點作作 然後渾身不自在 怪尷尬的 作作部分就語調的部分有一點 現在比較自然 現在自然多了 其實第一支影片呢 還是保留了當時很多的影子 就那個語調 哈囉大家好我是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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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這種感覺 呵呵呵呵 雖然呢大家看到現在這個版本 還是會令我起雞皮疙瘩就是了 總之呢 在2017年的6月 那年我26歲 開始我的YouTuber生涯 我利用了平日的下班時間 以及週末的6日休假時間 開始想企劃 那收集資料 拍攝剪輯製作等等的 剩餘的時間呢 就是在健身房度過 所以呢 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任何 消遣娛樂的時間啦 可是卻覺得過得非常的充實 非常的開心 畢竟有一種覺得 至少是在為自己活著的感覺 所以到這邊呢 也有很多網友會好奇問我說 那為什麼Guy 你創立的是一個健身的頻道 這是因為呢 我從小就非常的愛運動 而且幻想著自己也要有 非常強壯的體態 所以呢我從國小就開始會徒手健身 直到大學呢 吸收了更多激勵與體能的相關知識 那身材呢練得比較好之後 也發現身邊的男性 對於怎麼練出大雞 以及非常感興趣 那也發現呢 自己對於教學的邏輯 還算是有點在喊 題外話 當美術老師做國高中時候的夢想 除了呢 對藝術非常感興趣以外呢 也非常嚮往美術老師的上課方式 上課呢 紙筆發下去 下課呢 再把它收回來 一堂課就這麼安安靜靜的度過 其他科目的老師呢 你豬啊 這一題也不會 跟你講過多少次了 括號裡面要先算 NO 是K開頭 不是N開頭 但是美術老師不一樣 學生如果圖畫的不好 嗯 畫的非常有自己的風格 很棒喔 學生如果用色不好 你可以說 哇 你這個配色非常大的 非常創新喔 所以當美術老師 這根本超棒 融合了高中所學的設計與美感 大學時候所學的影片拍攝及製作呢 再結合運動健身相關的興趣 以及我本身對於教學分享的熱忱 我發現呢 YouTuber根本就是我的本命行業 絕對沒有比YouTuber更適合我的職業 就這樣 上班工作 下班創作度過了前三個月 上傳的十八支影片 我記得在第二個月的時候 我的頻道訂閱數大概一千多人 那時候我另外一個主管 他發現我在經營自己的頻道 就跑來跟我說 哇 蓋伊 不錯喔 訂閱數破千人囉 因為對方是女性 所以我當時就想本人的耍褲一下 這沒什麼啊 我的FB粉絲團訂閱數都兩千人了 我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真的是很霸氣 就在我覺得人生開始要步入穩定的時候 公司突然決定要縮邊 所以我跟羽安那個時候就非常匆忙的離開我們所隸屬的媒體部 當時我的Youtube訂閱數大概九千人 因為還沒有開啟收益的關係 所以一塊錢都還沒賺到 花了三個月 犧牲掉了所有的娛樂時間 製作上傳十八支影片 一塊錢都沒有賺到 原本穩定的收入又瞬間歸零 另外我前女友就是在這個時間點跟我提分手的 不是因為我被裁員的關係 而是因為長時間的遠距離 再加上這三個月 我幾乎都把感情放一邊 沒有怎麼陪它所導致的 所以2017年的9月 我丟了工作丟了女友 當時我一個人坐在房間思考 我還剩下什麼 還擁有什麼 我還擁有一個即將破萬人訂閱的頻道 跟一位值得信賴的夥伴 所以呢 我跟羽安就決定說他了 把我們所有的積蓄 把我們的人生 都堵在了建仁蓋儀這個頻道上 那也很幸運的撐到了現在 建仁蓋儀至今已經是一個 破五十萬人訂閱的頻道了 每個人他都有自己的專長跟強項 能夠把它跟工作結合起來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委屈自己 但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工作環境 那會讓你覺得人生過得很辛苦 可能有些人是逼不得已的 這樣吧 如果你在知識場上 有遇到什麼困難呢 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許我跟網友可以一起幫你想想辦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也許之後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我成為YouTuber之後 發生一些有趣奇葩的事情 我記得大家下次見 掰掰 нее 呢 我們 呢 悲 singing